岛内绿媒解放军军机今日清晨进入台西南空域 已连续4天 岛内绿媒自由时报报道声称 解放军军机今天清晨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已连续4天 报道称 根据广播集航计记录 解放军军机今日8时26分 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高部8900米 报道声称 台空军在空警界并广播区里 该媒体引述台湾西南空域脸书粉丝专益记录 解放军军机本月累计进入台空域10天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此前曾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